政府会和一些化验室谈 如何发出一个统一的核酸阴性证明 可否说一下现在是怎样的? 化验室来说是否不同的化验室 有不同的标准去定个人是阴性还是阳性? 其实所有政府认可的化验所 他们的标准都是一致的 因为全部合资格的化验所 都是由政府的机构去监管 其实做法都是非常类似的 唯一你可以说有点不同的 其实每个化验所他们都会去采购 可能是不同牌子的核酸测试的试剂 其实我们的做法都是要严格遵守 那些生产商他们的使用指引 而整个流程刚才说过 都是根据政府的严格标准去执行 现在所谓的不同是跟哪里不同 以及现在香港的标准 是用一个什么的CT值标准去定个是阳性还是阴性? 那个水平是在哪里? 根据这些核酸测试的生产商 当然他们这些全部都是需要 可能是拿了一些外国或者国家的 一些审批机构的认证 我们才会采购来使用 一般来说要出一个阴性的证明 我们就会将这个核酸 即是样本里面的核酸 去做这个复制的动作 每一个复制就是将核酸成了两倍 所以当我们将这件事去做到三十几四十倍 然后我们都见不到有任何新冠核酸在那里面 我们就将它判定为一个阴性的结果 这个复制多少次 然后判定阴性结果呢? 的确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跟回那个生产商 它做的一个临床的一个严证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一般来说 都是至少在四十或者更高的一个位置 也代表CT40 或者CT更高四十几的情况 我们才会判断为一个阴性结果 以往的做法 所以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有些可能是四十 有些就是再高一点四十几 即是说它的病毒量再低一点 大家的标准是有一些不同 会不会是这样的? 这里有可能有少少分别 但是一般来说 其实一个业界的共识 都是当你的CT值高过四十 我们就算它看到有些东西 我们都不会当它是一个阳性结果 我们可能叫它为一个不确定 因为当你重复去复制 一样的这么多次 你可能会将到一些杂质 或者一些非新冠的核酸 我们都可能会当成了 是一个会复制出来 所以通常业界尽值 就是高过四十左右 我们都会当它是一个阳性结果 我都会当它是一个阳性结果 我都会当它是一个阳性结果 我都会当它是一个阳性结果